坐过来看看鱼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对这个鱼特别感兴趣 来咱们看看啊 你看这一只小黑壳虾啊 跟这玩呢 跟这球底也玩呢 上面呢是这个 印度的伊梅稻人啊 跟这油呢 油的挺欢的 先前买了十只啊 然后死了三只啊 跳出来两只 然后挂了一只 现在还剩七只 这七只我看基本上都适应这个环境了 挺好的 然后呢 这些登科鱼啊 大家可以看到 小蓝的 是吧 还有这个小绿的 小红的 这些都属于登科鱼 它们挺好养的 基本都没怎么死 然后 就是这种啊 红尾巴鱼了啊 这种红尾巴鱼呢 跟那个黑马力啊 就黑色的 都是可以分杂的啊 前两天 大家可能也看了 那黑马力下了一只小杂 但是呢 这个被别人吃了啊 被这个大鱼吃了应该是 然后呢 还有就是 这个两只玻璃猫啊 它们这两只玻璃猫也挺怪的啊 一个是习性怪啊 还有一个就是长的怪 啊 它们一直都在这个水草里边啊 就那么待着 从早到晚啊 基本都不出来 也不吃神啊 然后呢 还有就是它们长的也怪啊 大家可以看到 它们是透明的啊 可以看到这个鱼刺啊 然后就是这种 天使鱼了啊 这个绿色的 这鱼好像也挺皮实的啊 来了一只 都挺好 跟这活着啊 这个树上也有小虾啊 跟这玩的 就挺好的 那自从这个家里有了这个鱼之后呢 这个生活啊 感觉就变得不太一样了 起码呢 就是 这个无聊的时候 没事的时候啊 这个可以看看这些活物跟那游啊 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感觉给这个生活呢 添了一份生机啊 可能家里养的一个宠物的朋友啊 心里都有同样的感觉啊 反正我现在是这感觉啊 虽然养鱼呢 挺麻烦的啊 又得换水 又得喂神啊 又得定期给它开关灯啊 又得洗这个 啊 过滤器啊 但是呢 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有这么个事干啊 然后自己忙的完了呢 这些鱼活的挺好 也挺有成就感啊 好 那朋友们 那你们家里养的都是什么宠物啊 你们喜欢养宠物吗 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咱们向我教育